要讓那個有沒有像我們講 你們喜歡做就做 你們政府喜歡做就做 當地長者氣到大罵 因為基隆市政府交通處最近突銷了 從中一路直接銜接到中山一路 113項附近原本有兩條平行的行人穿越線 其中的一條影響到 當地居民到基隆火車站的便利性 我們居民就一直在反映 就是說要過馬路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先執行 然後再右轉 那其實居民是老人家比較多 那他們對於這樣子的 就是步行的那個長度的話 對他們來說是一大的負擔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在交通安全考量 那跟里民便利的情況下 那可以一起來做這樣子的評估 接受陳情的基隆市議員宋伟利 特地邀請市政府交通處 交通隊以及警示分局和里長 一起辦理會堪 而就算斑馬縣突銷 不少民眾還是習慣性直接過馬路 市政府交通處人員解釋 由於基隆火車站成績轉運站工程正在施工中 靠近轉運站會有大型巴士右轉容易影響到過馬路行人的安全 因此突銷行人穿越線 不過宋伟利和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堪後發現這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秒差在行人過馬路時剛好大小型車輛不會右轉影響到行人安全 因此提出評估恢復的建議 因為這次接受很多民眾的沉寢 以及我們里長的電話問候 就是因為這邊把這個斑馬線塗掉 塗掉之後對民眾帶來非常的不便 但是我們今天來會堪的時候 因為成績轉運站它整個工程還沒有完畢 那想說如果等它整個都完工之後呢 我們再重新來評估 希望能夠讓我們這邊的居民或這邊要到車站去的一些老人家 就是讓他們更便利 因為市長也提到他十月底以前會完工 那既然完工的話 希望能夠重新評估 讓這斑馬線恢復原先的整個讓他們通行 宋伟利認為市長林又昌在市議會搭訊時表示 成績轉運站會在十月份完工 那就等完工後評估恢復被突銷行人穿越線的可行性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